通胀水平在整个夏季持续回落 7月份的年通胀率比5月份的3.7%下降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这也是自今年2月份以来通胀率首次跌至3%以下 统计局表示7月份的汽油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涨 是出现通胀的主要因素 食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5.1% 交通成本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6.5% 其中7月份汽油零售价格年涨23.5% 比6月份的28.5%略有回落 能源价格总体上涨12.9% 此外房屋成本仅上涨1.3% 作为本国央行利率指标的核心通胀率 在7月份为1.6% 处于央行的2%政策水平以下 分布 编剑 105.4% 剪刀 106.7%